直接有6萬摸進來的時候 變有多一個選擇了 那順龍哥這邊是有點卡彈喔 最主要這個6、9萬都被抓死了 在玉鎮跟雀屏的身上 一個人兩個人加起來 哇這個四餅下去 才八九餅 這個三餅也沒什麼機會 拆乾淨 又有假動作 這個二四餅會成為讓雀屏姐前進的關鍵喔 但是卻是我們玉鎮守下來喔 因為其實看海底小桶子其實都沒見 只碰了那一隻一桶喔 所以他強力的防守二四餅 因為碰完一桶二桶都沒出啊 發哥停牌了選擇單調2萬 剛剛有人打 哇自己摸絕張三餅 你看這個手 然後聽36萬 好扯 哇自己也摸絕二餅 這兩個人 好一個聽36萬一個聽7萬 7萬是兩張喔 36萬的部分 3萬是還有一張 但是我們單調2萬好像也沒排 是不是海底有 海底沒有跑掉吧 沒跑 海底腕子只有1萬 這一把可能 聽腕子的兩位可能要靠自己 我們發哥也聽2萬單調啊 發哥的2萬在順榮哥手上啊 這個4萬 他不改 他不改欸 怕 2萬下不去啊 因為1萬快打光了 2萬一隻都沒出 他在想對倒 大家殊不知 是順榮哥打下來我聽白 我們又有一個下禮拜的主賽事選手上線啊 我們的邱鳳姐下午好 邱鳳姐是禮拜天啊 下禮拜天齁 哇聽47萬自摸 可是不會 順榮哥會碰齁 變雀瓶姐摸到7萬 那雀瓶姐就自摸了 哇發哥手的漂亮 沒錯 那7萬現在剩絕張了齁 69 阿捏捏啦 少鳳現在自摸啦 太扯了 這個轉的很關鍵齁 第一隻不轉 擋雀瓶姐自摸 第二隻再轉 自己自摸 真的 目前第一結果 來是我們發哥的天下 怎麼打都對啊 一開始就兩摸 這下子 另外三位選手會有一點緊張 因為 稍稍拉開一點點距離 應該來到了 快6萬 目前發哥自摸 第二摸之後 已經來到59,600 領先第二名的順榮哥 已經有 10,600